那么尽此呢就是这一段呢我们先做到这里 我们紧接着来下一段 下一段的题目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知道呢 北京最近通过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大爆发之后呢 出现了数个司令部 那么前几日呢被人称之为有三个司令部 那么这两天呢也被不断的纠正之后呢 变成了两个司令部 那么对于这样两个司令部来讲 江泽泉先生您如何看待 对这个出现这个司令部啊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以前的毛泽东 不是毛泽东 应该是陈独秀吧 他就说是吧 就是叫做党外无党 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意思就是说什么 党内如果你没有派啊 就是只有一个派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毛泽东你看他一生 都是搞什么路线斗争 搞了十几次对吧 都是不停的有 就是又不停的有这个 就是说不停的会出来反对他的人 你搞掉一批 他又出来一批 本来你像这个林彪是支持毛泽东的是吧 那是好像他的这个铁杆支持者 最后呢林彪也成了反毛泽东的 所以他这个 这个这种这个路线斗 这个这种路线斗 就是不停的 今天你可能是他的这个习近平的人 明天可能成了反习近平的人 这个所以说 他整个这个权力都 就是说这个派啊 是肯定是不断的有 而且不断的分化各种各样 是吧 两派啊 这么多派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所以说现在中国呢 一旦出现大的事 大的情况 一般就会有两个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立场完全不同的派 比如说以前有这个需要这个这个战争的时候就有一个主战派 有一个组合派对吧 如果你要搞这个什么的要要搞这个社会改革的时候 他他他就有一个维新派一个保守派 所以他基本上现在的中国的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事情 必然人们就要来这个所谓叫做战队吧 立场战队 必然就分成两个比较明明就是比较明确的派 现在这个派呢 我们也不太好说是叫做什么派 至少呢 有人说叫做这个改革派吧 有人有人说或者说现在当时这个改革派保守派也不是那么好命名 是吧 或者说有人说叫做习近平派和反习近平派 反正这个派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是很清楚 就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方面就分的两个 就是一个呢是叫做投降派是吧 一个是叫做这个主战派也 是吧 或者是叫做强硬派对吧 是两个派分的很明显 那这次在这个疫情的方面 也是分的应该是比较是明确的 一个呢就是比较务实派吧 是吧 另外一个就像这个习近平他们是所谓叫做 也就是说怎么怎么说 他们就完全对这个实际情况啊 就是说叫做这个派的名字也不太好说 反正就是说他们就是很不是很务实的一个 他是就是像李克强可能是属于那个比较是 务实那么是那么一派 习近平他们的属于那个不是太太务实的那么一派 应该说这两派是一个应该是还是很就是说是怎么说他们的斗争应该说是比较是这个激烈的就是刚开始我们在春节之前就已经传了很多是当时李克强呢是已经是把这个情况应该是对这个民众这个公开这个疫情 但是习近平呢觉得应该是要欢度春节不要把这个这个是很好的气氛给冲了所以他就就没有同意在春节前来这个公开这个疫情 所以这个派呢就是很明显就有两个派但是呢具体的到底谁是就是哪个派的或者是哪一些派里有什么人呢 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是看得不太清楚所以还要再继续观察 嗯那么这一次我们明显看到有一些很奇特的事情就是习近平呢神隐了八天实践 而在神隐之前呢他的几次露面呢也都是唯唯所索或者是最后一天的露面与洪森首相的这样的一个柬埔寨的首相的灰面呢也被很多人指称的画面似乎是很早以前的并且没有透露出更多的一些信息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被称为阴谋论的这种说法呢你如何看待呢 嗯对反正现在这个阴谋论呢确实是非常多因为他信息不透明嘛 大家只好猜了这个猜呢就各种各样的所谓各种各样的想法也都有 这个阴谋论也有啊当然我们对这个事情也不是太好判断是吧 所以对这个阴谋论呢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只能说叫做呃看看吧 就是半信半疑这么一个态度啊你要相信吗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根据你要不信吗 好像呃还是有那么一点这个好像这个呃苗头啊 所以说呃我们对这个阴谋论呢不是太好判断 但是习近平这个身影多少天确实是不正常这个事情 因为在这个疫情很紧张的情况下他最需要他出来叫做 我们以前都叫做稳定军心对吧 这个时候啊这个国家不稳之后你最高领导人要出来 让大让让上大家就感就感到比较稳了哈就是说呃 司令你这关键时候出来这个稳定军心他那几天你身影就完全就不太符合这个最起码的一个政治常识 这个最需要他出来的时候他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他这是想逃避责任 这次责任非常的重大如果他出来的话就是他亲自叫领导这个事你亲自领导这个事 最后的问题也都是他来负责他就不想负这个责就要把这个锅啊就甩给这个这个李克强去背 所以呢他就是神神他神影了这个很多天当然这也是一种看法 但是也有是其他可能我们都不是太好说到底具体怎么回事 所以很多阴谋论也非常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确实是非常的不正常啊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大家都觉得不正常但是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确实是就各有各的看法吧 就是说啊 那么很多的网友的留言呢是这样说的 我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基本的解读 虽然说呢在中共的内部的任何一个其他的派别都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 而他们认为呢他们的最终的所有人的目的呢 中共内部的目的呢都是为了维护党的天下 或者是党的统治作为绝对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因此呢任何一个新的派别出来是没有任何政治推动意义的 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嗯我是不同意这个说法 所谓这个党啊 党是谁啊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很明很明确的东西 比如说那个时候林彪和毛泽东 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最后会闹得是那么是那么僵呢 如果说他们就他难道说林彪就不要这个党吗 他也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这个党党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你要具体到个人的利益 对吧 具体到个人的利益 那就完全就是不一样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林彪和毛泽东之所以会闹那么僵 就是因为个人的利益 他完美远超过这个党的利益 所以现在你要说谈这个单纯的谈为了党他们要怎么样 这个事情是很难做得到的 还是为他个人自己怎么样 如果对于他自己来说 这个党的利益 他可以完全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这个党的利益之上 是吧 至少在是在包括毛泽东也好和林彪也好 他们都是把他们个人的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 如果要放在党的利益的话 毛泽东就不要搞文革是吧 那么像那个林彪他也是一样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谈论这个单纯的很抽象的党的利益啊 我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是这个太合适啊 我是这么看 嗯 谢谢 那我们看看网友没有什么样的愿意不愿意发言 我现在解开了所有观众的在会议室当中的各个观众的这个语音系统 有所谓的发言 哎呦 有些观众朋友 你闻到有药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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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个味道不是这种 喂 有谁愿意发言吗 小顺顺可以发言 Larry都可以发言 如果不愿意发言 那谁关掉自己的话筒 喂 有谁的话筒 看来并没有太多的观众愿意发言 那么平时都是很踊跃的 怎么今天都没了事了呢 小睡睡是不是睡着了呀 我听到一股扯乎的声音 哈哈哈哈 我们的网友最近呢 有我们明镜召开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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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道 很多人呢都参与进来 来聊天 来说很多事情 发表各式各样的见解 我们看一看 我们在YouTube上 有没有人呢 在发言 我们在回答网友的几个提问 那么有人说呢 有一位叫德里的人 朋友网友说 毛泽东的时期呢 要比现在要好很多 您如何看待江泽德先生 哎呀 怎么样好很多 这个话 就是就是个人 这个感情色彩比较强啊 因为其实我也是 小时候也经过毛泽东时代啊 当时候毛泽东时代呢 大家是比较平等 确实是这样 我感到 虽然是我们家里 那时候也很穷 周围的人一看 也都差不多啊 就是贫富差距是比较小啊 对是吧 但是说呢 你要比现在好很多 看你从哪个角度来比 如果是从一般的老百姓的生活来说 应该说现在还是比 那个时候要好很多 是吧 但是说呢 如果你要单纯从一个政治 就是说一个大家都比较公平 或者是大家这个整个社会财富 比较平等 那当然毛泽东时代 比现在要平等很多 你有什么意外风啊 我还听到吗 能听到 你讲 请讲 就是我想说一下 关于就是说 之前你们讨论的 武汉P4实验室的事情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不是 我一直觉得你们 关于武汉P4实验室 你们把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想搞混了 一个概念是 武汉P4实验室 有就是说设计一种 就是说把这个病毒设计成生物武器 然后泄露出来 它有一种就是 他们只是意外泄露了 他们实验过程中 设计出的一种 他们不明确具体表现症状的病毒 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你要说他们刻意制造一种生物武器 那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 安安党国的作物 方便电技术 这种美国都很难掌握的技术 估计他们也很难设计的出来 但是如果说我们换一种想法 比如说 就他们 就平时只是纯粹做实验 比如把一些病毒基因 杂交啊 剪辑啊之类的 做实验 然后做实验之后 因为实验室的管理不严 然后因为携带 携带了病毒的实验动物 然后流出来了 这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和他们刻意制造 生物武器是两个概念 这两个不能混起来说 那可以这样 您可以 如果您有不同意见 欢迎上推特 与和平先生 共同开赌局 您可以去 这样去 可以 不是 我是觉得和平先生这个赌局 是非常扯淡的事情 因为第一点 我先不谈这个事情 应不应该按赌局来说 按和平先生 他提出那个赌局的方案 和平先生说 去找世界上排名前十的病毒专家 然后其中找三位 然后如果说有两位 站在他那边就他赢 那我现在先不谈是找三位 还是怎么样 哪怕他找十位 只要有一位认为 这不能说是认为 最后有科学一举 我要告诉你一个 对对 检测方法 所有的病毒呢 都可以追根溯源到 最根本是哪里来的 所以呢 到底是哪个实验室的 或者是什么动物流传出来的 中间宿主是谁 中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都是刻画的非常清晰的 因此呢 您的说法 如果您认为您是对的 就应该去和他赌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认为 不是 马俊先生 你听我说 我不是认为我是对的 但我就是认为 对于党国而言 我们所有的信息 全是在黑箱当中的 我只是认为 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 不能否定这个可能性 就像和平先生 他经常 他自己推断出的一些 党国的自己的情况 一些很多事情 也是他单方面的推断 对吧 就是说 那么好 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们节约一下时间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您得认为呢 是中共是什么事 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然后呢 他们对 整个这个 不是 我不是认为 中共什么事情都做出来 我认为就是说 如果说 我们是认为 他刻意制造生化武器 那我觉得 这可能也不大 我觉得党国 很难掌握这个技术 但是我认为 就是说 他们因为 我们也知道 PC实验室就是个夫妻店 里面就是说 是很多裙带关系搞起来的 然后就是说 我们认为就是说 如果说只是一个 实验产生的一个 就是说不明确 具体性状的病毒 然后产生的意外泄漏 那是有可能的 就是说 但是我现在没有证据 来证明这种可能性 我只是觉得 在当前这种情况下 我们没法否定 这个可能性 我们不能很武断地说 就是这个可能 是不能 然后完全把它拖到 一个阻局上面 因为你也知道 拖到阻局上面 这个我觉得 就有点流氓逻辑了 我觉得 因为哪怕说 一是就是说 好像非要参与 这个阻局才能证明 二是 和平先生提的那种 就是说 赌盘的方式 我觉得是不正确的 因为和平先生说 是一个常识 他说常识 比如说如果说 我不是请三位 我们是请十位 哪怕有九位站在他那边 一位站在我们那边 那他就不能认为 我们认为 就是说 有可能批次时间 是泄露 是没有常识 难道他能说 世界上排名前十的 病毒学专家 是有一位 是没有常识的吗 对吧 那是这样 我建议您呢 可以跟他 看另外一个读题 您就说呢 这种可能性 只要是存在的 有前全世界 前十位呢 任何一位专家 只要是认可 你的这种说法 那么那么你也可以 提供您的证据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事情 我认为就说 然后您要是 建议这件事情 是OK的 那您就开一个赌计 或者告诉和平先生 你说你的赌计 我们需要怎么样 你可以另开一个 看有没有人跟你赌吗 我目前我并不认为 他一定是批次贤 是泄露的 我必须明确 我只是认为 目前情况 我们没有足够证据 完全去否认 这个可能性 对 没有人 所以呢 您现在认为 您这是有可能的 那您就立一个赌局 这样来解决问题 多好 我希望看到的是 和平先生输掉 然后您赢掉 我也希望看到的是 所有的人在最后发现 都把和平先生 能批判一动 因为和平先生呢 真的是太无断了 这个呢 应该呢 大家一起把他的这个赌局 把他给弄输了 这这样才是对的 因为所有的民众都可以教育和平先生 要么反过来 和平先生呢 教育了所有的 这些阴谋弄者 这就是一个相反 那么 或者是大家教育了和平先生 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 就是大家 每个人一定会教育了别人 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欢迎您呢 跟他设立另外一个赌局 大败 好不好 但是 马俊先生 我就是我还想跟你提一点 就是我认为 它 是批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确实只能说是较低的 我只是认为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把它全部都拖到一个赌局上面去 我觉得 这就是不是一个讨论的态度 你不觉得吗 比如说 我们不能说什么事情 有理 就是说完全就拿赌局来 你可以不跟他打赌吗 这个世界上 你是自由的 他没有拿人枪顶着 您说你必须要打赌啊 我明白 我明白 我只是觉得就是这个事情 他这么武断 就是说 其实我有看到 其实就是说 哪怕陶杰先生之前 其实也有写文章 是觉得 是认同这个 武汉批事实验室泄露的 难道在和平县眼里 陶杰先生也是没有尝试的吗 陶杰先生是这样 陶杰先生一辈子说话的时候 都是反反的 你仔细看他的文章的内容 你就会明白 也许您看 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你就会发现 他到底在说什么 其实他在说的一件事情是 原来啊 无数的人 一就是阿Q 谢谢 非常感谢您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 有位网友说呢 希望主持人的 希望嘉宾的 能对中国地方的互抢物资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互抢物资啊 首先就是说中央的政府 他这个调剂系统啊 又出了问题 现在因为中国按照道理 在这么一个紧急的情况下 应该是由中央来统一来 怎么说 统一是调拨 统一分配 是吧 如果他这个就是因为中央 这个统一调拨 统一分配 出问题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很缺物资 那怎么办呢 我就看到其他地方有 我就来就是把他这个 就是结了 我就自己是拿是拿来用了 因为我这儿的也是非常紧急 我需要物资 所以这个 所以地方政府出现这个抢 抢物资或者是结物资 这就说明中央的这个调剂系统啊 就出了问题了 就是整个的统一安排 已经已经不行了 就是地方上就各自为政啊 我们就你们靠中央也是靠不上 我们就自己想办法 他是这样 是